李瑞一句话拉低了汪峰的水准,张韶含有态度,李全更像是艺术家。 本期歌手在公布名次之前,李瑞向导演洪涛请求解除和汪峰的音乐和火人的关系,傲娇地表达出来了自己的心声,其实就是则怪汪峰,不听团队的选歌想法,一个人坚持着自己固执的理念。 对于音乐,对于摇滚,对于写歌的人,对于自己的信仰,汪峰一直都表现出来高水准高要求。 只是,李瑞的这一句傲娇的话,拉低了汪峰的水准。 汪峰还是挺有追求的,至少,他想让观众在这个舞台上听到更多类型的歌,听到那些被遗忘了的好音乐,听到那些令人瞠目结舌为爱而改变的态度。 事实上,几场比赛下来,汪峰做到了。 从JesseJ的言语和表现,拥抱和慰问就能体会到,他的想法,JesseJ懂,爱音乐,或者说达到一定水平的歌手,都听得懂。 而这,根本就不需要表现出来。 个人觉得,李瑞有点太激功尽力了,太看重名次,而忽略掉了汪峰来参加歌手分该有的意义。 想比较而言,对于选歌,张韶涵就一直都很有态度。 他从第一期节目开始,就坚持着自己的原则,希望让观众看到更多的惊喜,体会到更多的可能。 的确,他是这么想的,也是这么做的。 不管名次如何,他只希望,认真地表达出自己的情感,用歌声传递出更多的包容与影响,美好与期盼。 面对嗓子出现的问题,他略带嘶哑的声音正巧诠释出来了西班牙歌曲的味道, 无论是第二现场的评论人还是在后台的歌手,几乎都讲到了,这首歌和他今天的嗓音真的很配。 而在前几场,张韶涵的名次,一直都起伏不定,这也正是因为他的选歌,影响到了成绩,但是,他表现出来的态度,却一直都未改出新。 同样是选歌,李全也更任性一些,身为学院派流行音乐的代表性人物之一,他也一直都有自己的坚实,钢琴陪伴左右,之间弹出帅气,如同奔走着的音乐诗人。 而在宣布名次的时候,李全所表现出来的态度,也是颇向艺术家。 毕竟,音乐是自己的,呈现是各方合作的结果,至于最终观众会喜欢到什么样子,那就看缘分了。 面对儿时这首歌排名那么靠后,曹玄斌发掌闻力挺汪峰,他说,他听得感动到哭,因为我们的儿时不需要声嘶力竭的呐喊,不应该是这样的成绩。 汪峰面对这样的声音声,用自己的一贯坚持表达了自己参加歌手的原因,一直以来是音乐在隐隐地连接着我们每一个不熟悉却爱音乐的心灵。 很欣慰这首歌和这一次演唱给你的感动。 我相信音乐可以改变这个世界,这种改变并不惊天动地,而是深入灵魂的无声震颤。 音乐不是禁忌也不是工具。 它是上舱留给世人为数不多的珍贵的礼物。 让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无尽的歌唱吧。 身为音乐和火人的利瑞,是不是会觉得脸有点红? 并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